爸 嘿嘿 巨大的惊喜啊 哎呦还看见 哎呦我 我半天还没看见我儿子了 我站在这碰见了 好好好太好了啊 是10月几号回来 我是大概3号4号这边的沙青 3号4号行 你回北京之后回家住些日子 妈也想你了 你也在家吗 在家呢 郭老师是真的老了 从严厉的虎妇 到如今喊郭其林回家住两天的慈父 最近几年郭老师的转片 各位徒弟们算是看在眼里 腾在心里 从意气风发的相声新秀 到如今成熟老练的德云班主 郭德纲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 也收获了许多 但经过岁月的洗礼 郭德纲这几年也是渐显老太 二十来岁站台上说相声 不值得累 年轻啊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个玩一样 是 现在时间长了 腰酸腿疼 就是岁数大了 他媳妇都说我 我媳妇说你什么呀 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 谁说的呀 谁说 这句话干嘛非我媳妇说呀 孙岳的媳妇也说 是啊 高峰的媳妇也这么说我 好多说相声媳妇都说我 人缘还不错 虽说这只是郭老师的向着段子 但事哥不得不说和扫钱相比 郭德纲在舞台上 是真的卖不动力气了 毕竟扫钱的郭老师 无论是在台上唱戏 还是武打 郭老师都能轻松应对 直接在舞台上洗脸 05年左右的郭老师 在向着舞台上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郭老师做不到的 一膀子的力气全用在向着舞台上 最考验向着功夫 也是最卖力气的卖不头 郭老师也是轻松拿捏 虽说已经累的嗓子都哑了 但老郭依旧能坚持反场 不过一旁的亲大爷 都不忘调侃自家搭档 就算是在台上上演全舞行 年轻时的老郭 也是丝毫不怕 他管拉我管唱 能乐管听 什么毛病啊这是 唱不唱啊 这个人能夹云马太空啊 上去了 这位将官啊 坐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趴 右手拿着一个大烧柄啊 什么武器 这位将官啊 收拾着烧柄的超瞎打呀 哎 有人管没有吧 哎 郭德纲又打人了 没有 没有 这又唱又跳的郭德纲 您还别说 这几年的确很少见 早前有多卖力气 这几年的老郭就有多疲惫 除了唱曲唱戏之外 老郭最大的肢体动作 就是踢徒弟了 也是1973年出生的郭老师 今年也已经将近50岁了 早年间努力拼搏的老郭 也是留下了一身的伤病 作为儿徒的烧柄 前年参加喜剧类综艺节目时 把自己早年的学艺经历 融进作品 但当烧柄提起师父这些年的变化时 也是没能忍住泪洒舞台 虽说感动的气氛都功脱到这里了 但说实话 看到孟哥哭泣的样子 我实在是没忍住笑出声来 不过这不能怪我 主要是师父郭德纲的吐槽 实在太搞笑 说丙哥最帅 说孟哥像大姐 郭老师的吐槽能力 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除了开头喊郭麒麟回家住外 18年录制松衣节目的老郭 还不忘在节目上表达对儿子的思念 很久没看着郭麒麟的 就是他也在全国各地演出的 他比我还忙 我就是前两天兴致勃勃地从外地回来 然后出了机场 接过那个孩子说 刚把郭麒麟送进去 他上英国了 儿子 爸 我还在北京想见我儿子一秒可难了 因为到这个年龄呢 他比我还忙 自从郭麒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娱乐圈后 郭德纲一个月能见到儿子的次数少之又少 有时为了能见到郭麒麟 还专门给郭麒麟安排工作 原来每一位父亲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着奔放 有着内敛 但不管是哪一样 他们对孩子的爱都不减分毫 您喜欢这样的郭德纲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